索拉维西岛最早的人类居住痕迹是托亚拉文化的时期,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一个世纪里,西里伯斯南部建立了马拉海岸的穆斯林苏丹国,1512年一心想垄断香料贸易的葡萄牙人来到这里。 1607年荷兰人在旺加西兼替殖民典,荷兰的势力逐渐扩展,一直到波尼和哥瓦国分别于1905和1911年丧失独立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占领,1950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,此后政治骚动和派乱从未停止过,但并未危及中央政府的统治。 2012年8月18月17日14时一番,印尼苏拉维西岛,发生理事,6月3日即地震,震中位于南北1.4度,东京120.1度,震源深度10千米。 苏拉维西岛是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一个大型岛屿,也是世界第11大岛,陆地总面积为17万4600千米。 苏拉维西岛岛形骑车,类似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K,由此各半岛向东北方、东方、东南方和南方深处,多高沙深谷、少平原,是燕尼山地面积比重最大的岛屿。 苏拉维西岛是燕尼山地面积比重最大的岛屿,中部有海拔2000米的高原,北部有10多座火山。 山峰高达3000米以上,西南半岛中部的兰特孔伯拉山海拔,3455米,卫泉岛最高峰。 海岛,海岛,岛峭曲折,海岛线总长5478千米,海湾深邃,沿海满布山胡椒,海滨平原峡斩,苏拉维西岛主要深水湖有托五地,波索和马塔纳等湖泊。 据测量,马塔纳湖深达590米,岛上河流短小,无足轻重,河往稠密,流程短促。 多峡谷,瀑布和地千湖,水利资源丰富,力灌溉,无航运意义,苏拉维西岛被预测到热带雨林气候区。 年降水量2500毫米以上,大部分地区,雨水均匀,受地形作用,山地气候两爽一人,波尼湾头沿岸,受风风影响,年降水量550毫米,是燕泥最干燥的地方。 苏拉维西岛的行政区域分为六个省,西苏拉维西,北苏拉维西,中苏拉维西,南苏拉维西,东南苏拉维西,和哥伦达洛,最大的城市是西南部的乌鲁潘道,就趁澳加西,还有北部的万亚老也是较大的城市。 苏拉维西岛正位于华南市县上,因此既具有东洋街,也具有澳新街的动植物,其中大部分属于澳新街的,有2290千米的区块,北花归罗尔林渡国家公园。 苏拉维西岛里只有127种哺乳动物,其中62%、79%是本导克有种,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存在,其中最多的是一种窝水牛。 基西里博斯水牛,值得一提的是,苏拉维西岛有一种叫苏岛带猫的有带类哺乳动物,而不是人们常说,但有带类体分布在大亚洲与美洲。 鸟类有34%是当地特有种,一般说来,动物群属亚洲类而非澳洲类,独特品种有鹿囤或称猪鹿,黑井沸沸和窝水牛等。 普罗州的淡水鱼与苏拉维西岛的淡水鱼存在明显的不同。 苏拉维西岛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森林密布,植物群与菲律宾有许多相似之处,但在西部亚洲品种较多,东部澳洲品种较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